人力部最新数据显示 本地近一成的职位空缺 来自金融与保险服务业 有调查发现 本地学生最向往加入的 五大行业之一是银行与金融业 主要原因包括薪水比较高 以及更好的就业前景 来看记者洪宝林的报道 19岁的许正阳 对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很感兴趣 母亲也在金融管理局工作 她未来不排除往绿色金融方面发展 这家财务顾问公司指出 多数本科毕业生都掌握 金融服务业所需的知识 可是最重要的来顾主来讲 是那个暖技能 暖技能包括应变能力 有创新的思维 面对问题的时候 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大学生都相当于有一个要求 大学毕业生大概是要4000块 可能4500块的薪资 这家集团过去16年 每年都会向高等教育学府学生进行调查 调查显示 过去五年 受访学生最想加入的五大领域中 银行与金融 电脑与软件 和政府与公共服务 每年都是学生的首选行业之一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